8月5日凌晨5时35分 我是确诊一例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经初步调查 该人员男性19岁大学生 新疆喀什地区刹车线人 在行占住地围前唐新区下沙街道 7月13日经乌鲁木齐转机从新疆喀什飞抵上海洪桥机场 7月15日下午坐高铁到达杭州 8月4日该人员到这二医院眼科就诊 你做眼科手术术前检测新冠病毒抗体Igm阳性 后经核酸检测呈阳性 截止目前该人员无发热咳嗽等临床症状 综合流行病学史和实验室检测结果 诊断为新冠病毒无症状感染者 该人员已一致定点医院隔离 在医院就诊过程当中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 该人员全程在佩戴口罩 在行期间的活动轨迹正在进一步的排莫中 其密切接触者已采取隔离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